大家好,我是孙叔公助理红花 灰指甲是日常中很常见的问题 许多人对它的重视度不够 今天来学习如何辨别灰指甲感染等级 灰指甲又穿甲选 是由皮肤选均侵犯甲板以及甲床造成的 依据症状轻重,感染颜线等 灰指甲可分为四个级别 在灰指甲感染初期 感染症状仅限于甲边缘增厚 甲板变色,发挥,且缺少光泽 此时表现轻微,感染面底比较小 属于1.0级别 持续的发展可导致甲面凹凸不平,甲分离 这使感染面积逐渐扩大到1.3 发展到灰指甲2.0级别 感染时间越长,症状表现越严重 如指甲开始出现增厚,脱卸,继续分离 甲面发黄,出现白斑等等 甲根开始被破坏 这都是3.0级别的表现 当甲跟甲床状态不佳 感染面积逐渐波及整甲 感染时间5-10年甚至更久 症状为甲萎缩,甲床异常增厚,勾甲等 这属于4.0级别 在灰指甲初期时 表现轻微,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 这才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是要知道灰指甲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严重的感染情况都是最初的问题 为得到处理恶化而来的 当我们的生活,社交,因为灰指甲受到影响时 大多开始病急乱投医 正确的方法是先对坏甲进行风暴软化 最终的目的是温和去除坏甲 虚弱甲板的阻碍作用 再浸泡天然草本的抗菌原液 原液与幻处充分接触 能够加快清除真菌的过程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,早发现早处理 正确对待灰指甲 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 才能尽快地摆脱灰指甲困扰 我是孙主公红花 你的点赞将给我无限动力 我们下期见